欢迎来到夏浦衍 立即注册 以免错过引人入胜的消息 以下是今天的新闻 点 加韩影视工作室声明保护迪列巴声誉斗争 加韩影视工作室就迪列巴的声誉在互联网上 受到侵害仪式发布声明 委托律师收集证据并采取合法措施 以维护迪列巴的合法权益 具体内容如下 在互联网上 侵害声誉权是一个严重且非法的问题 对于违反行为的封堵和打分 应立即行动 为了维护健康的网络环境 我们需要团结和共同的力量 我们像一个和谐 尊重和文明的网络环境努力 此前 网络上出现了关于迪列巴和黄景瑜之间爱情任务的多种传闻 黄景瑜和迪列巴的照片相似 并称这对夫妇为热待于CP 这个问题引起了网络社区的许多担忧和争议 事实真相需要进一步调查 公司的律师承诺将继续研究 收集证据并采取合理的法律措施 来维护迪列巴的权益 互联网是一个强大的工具 但也需要责任和尊重 我们需要审慎对待领导力 分享信息并避免传播谣言和虚假内容 以建立一个健康和文明的网络环境